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最新最硬的区块链的消息啊,今天有几个劲爆的消息,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一下,你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请给我点个赞,那今天那个第一个比较热的消息就是特朗普,川普对吧,川普在Polygon上发行了自己个人的NFT收藏品,一共发行4万4千个啊,每个是 99每刀,但是呢,如果你扫45张卡以上,你将会获得和川普一起吃饭的一个机会,对吧,guaranteed,就是肯定会获得一张票,那肯定这个是上百人或者上千人的一个局,对吧,所以说你扫45张,你可以去吃个饭,然后呢,你可以获得45张数字交易卡,对吧,或者 就是45个entries,45个sweepstakes的entries,sweepstakes可能是一个,我不知道很清楚啊,可能是一个类似于菠菜类的一个东西啊 我刚刚想去买一点,对吧,就是他的网站,发现已经sold out,确实很热啊,确实很热,每张卡99每刀,买45张的话,也就是差不多4500每刀,可以获得和川普一起吃饭的机会,但是已经sold out,刚刚出就sold out, 川普也是买牛的,说说,把自己,那个,网红的所有啊,全部用尽,对吧,能够赚多少钱就能赚多少钱,你想啊,我们看一看啊,99每刀,100每刀一个44000,那,就是500美金左右,500万,500万美金左右, 好,那已经没有机会了啊,本来想去买两个的,可惜已经没机会了,已经没机会了,嗯,好,第二个呢,非常,我觉得非常重,重磅的消息啊,和Binance有关,和和赵商朋友有关,和CZ有关,呃,就是Misterial啊,今天被B站强行下架了, 呃,呃,官方宣称,对吧,今日B站宣布下架的MITH,这个B叫Misterial,这个,这个B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呃,马奇兄弟,对吧,台湾大哥之一吧,那个,黄历成的一个早期的项目啊,我们也看到早期,这些交易所他们所需要的,基本上的一个上币的一个要求, 对吧,呃,他说,MIS作为上市的一部分啊,你必须存20万个BNB,对吧,作为存款啊,作为那个做事资金,就是会,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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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存到币安给你的一个指定账号里面啊,这个账号里,这个账户呢,是你管理,但是你只能够买卖,你只能够做事,对吧,你不可能,你不可以转币啊, 你不可以提币,就是币是提不出来的,币也转不出去的,你只能在这里面做事啊,做事,对吧,做事,呃,现在呢,那当初的话,估计BNB也就,15到一个,对吧,可能是300万美金啊,300万美金的做事资金,对吧,那现在BNB变成了300到一个啊, 就变成了5300吧,所以黄历成啊,强烈要求,币安把这笔钱,这笔钱归还,所以呢,我们的项目才能够继续继续维持下去,对吧,你既然币安违约了啊,帮我下架了,那这个20万个BNB要归还啊,要归还,我们可以看到灭死,灭死真的是大哥啊,台湾对吧,你肯定,基本上就是黄历成的项目了,如果没猜错的话,呃,也发推了, 发推了,对吧,发推了,我们可以看到MISS这个项目有多夸张啊,我们看year to date 哦,我看哦,这是早期,对吧,早期我们可以看刚刚上市的时候确实被爆拉了一步,拉到了1块3毛4啊,最高,你可以看看现在多少钱,0.008 就从1块3,跌到了连一分钱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这个跌了几千万,几千倍,上万倍,对不对,上万倍,你看他最高,他这边没有最高吗,对,没有最高 数据啊,啊,台湾哈1块5毛5,跌了99.44%,99.44%,非常的夸张,这波牛市我看一下啊,一年有没有拉过,拉过7毛钱 哦,看一下啊,在这,这波牛市你看在这边最高也拉到过1毛6,对吧,1毛6,从很低很低,6分钱拉到过1毛6,这波牛市的时候 然后现在又跌回6分钱,好,这个是黄历城的一个项目,对吧,黄历城的一个项目 我不知道赵长波愿不愿意退,20万个BNB现在5000多万啊,这确实是很多很多钱,很大的一笔钱 好,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Coinbase的股价,对吧,现在我们知道币圈是非常的熊市啊,可以看到Coinbase作为一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 股价暴跌的吧,从刚刚开盘200美党,暴跌到38美金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Coinbase stock price chart 对,也就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啊,对,从2021年,对,4月16号上市,最高的时候是300多上市,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跌的有多惨,40到37.98,跌了88.89%,在一年半的时间内 这个几乎跟山寨币或者垃圾币没有任何的区别 可见啊,全球币圈有多么的冷,币圈有多么的冷 嗯,对,但是Bryan Armstrong,他已经套现了,对吧,他已经套现了 那同时呢,这个ARK呢,最近有狂买,对吧,增持了30万股的Coinbase 总持股已经超过了610万,610万,厉害厉害 610万是多少钱 我算一下,610乘以38 2610万,对吧 这个是 对,610万,对吧 乘以,算他40吧 2400万美金,2400万美金,现在只有2400万美金 哎呦,好惨 好,我们继续看啊 好,最近爆出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新闻是QCP Capital QCP Capital也算是在,不算特别有名啊 但是,这个,这个基金,新加坡,对吧 新加坡的加密交易公司,QCP Capital 有差不多9700万美金,很大的一笔钱 可以说,你看现在Coinbase,对吧 这个ARK买了610万股,只值2400万 对,应该是2亿4千万吧 对,应该前面算错了 应该是2亿4千万,数学算错了 对吧,乘以4的话是248万,40的话是2亿4千万 这个QCP Capital呢,现在是9700万 9700万,几乎拿不回来了,对吧 不会,提款仍然开放,什么时候 公司业务一直保持盈利等等等等 迄今为止已经处理了价值380亿美元的交易 这个QCP Capital还是很强啊 QCP Capital 那这只是在新加坡的一个被爆出来的啊 对FTX的风险敞口,爆雷的,其中之一 我们知道新加坡很多人都用FTX 很多个人和很多散户很多机构啊 基本上都用了FTX 所以新加坡这波非常的惨啊 除此之外呢,昨天呢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呢 就是ASTEK,ASTEK也是一个ZK方向的 一条,它应该不是Layer2对吧 它融到了1亿美金啊 由那个A16Z领头,在B轮当中融到了1亿美金 其中是A16Z领头,还有分布式对吧 还有Hashkey啊,这些人果然还是很有钱的 但这个什么Capital King River Variant SV Angel啊,就没什么听到了 对吧,没什么听到 对,它主要是做隐私的啊,ASTEK主要是做隐私的 主要是做隐私的 好,那我们也要适当的关注一下ASTEK 对吧,我知道大家很多人关注了A6啊 A6最近开启了挖矿对吧 A6 你可以看Leaderboard 就是积分啊,积分 积分除以5就是你到时候可以获得的代币 这个矿不知道谁的,挖了这么多 7万6千多几分 A6也是做隐私赛道的,也是用ZK的 这个项目呢也容了两个亿 也容了两个亿 也容了两个亿,它也有自己的语言 对吧 为什么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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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 APPICATIONS BECOME PRIVATE SEERUAL KNOWLEDGE 好 AZTEK AZTEK BLOCKCHEN 有机会我们来都可以讲一下ACEK 它是帮以太坊赋能的 对吧 Ethereum Encrypted 据说团队的实力 据说也非常的强 行 那我们有机会可以来看一下Aztec 了解一下什么是Aztec 了解一下什么是A0 我也需要研究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 这个是我个认为过去24小时之内 B圈发生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信息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里是韭菜兄弟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 Peace